飞陣怪實習生UNI 嗨 大家好 我是飛陣怪實習生UNI 而針對這次的活動呢 我們整理了一下玩家們的意見 大致分為下面三種 第一個是生成元素的探索 這次嘗試加入了探索要素 受到玩家們的熱烈好評 他把團隊知道之後呢 他們非常的開心 也表示以後會繼續拓展更有趣味性的探索方式 第二個則是對於這次活動關卡的地圖設計 有玩家反映新阿爾卡蒂拉的基地不是地下洞穴 我們這邊有接受到大家的想法 比如說BOSS那邊用電子空間的地圖來做會更有還原感 開發團隊表示之後在製作上會多方考慮 未來會有更多的新地圖 敬請期待 第三個部分則是關於BGM與故事劇情 非常多的玩家在敲玩這一塊的問題 那我們也有回報給開發團隊囉 請大家拭目以待吧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角色 就是私下好人學長面具的覺醒傑洛 覺醒傑洛他最初是在洛克人X5升場 傑洛在受到西格馬病毒影響後 他回歸最初被設計的目的 也就是一個單純為了破壞與戰鬥的存在 而他的戰鬥力會比一般狀態來的強 可以說是完全解除了傑洛的封印 在X5當中 如果非正歸平獵人總部執行的粒子炮與太空梭 摧毀Eurasia計畫失敗後 就會觸發覺醒傑洛路線的劇情 進而發生艾克斯與覺醒傑洛對決的場面 在X5裡的覺醒解落沉寂了真月輪和幻木鳴兩招 發出真月輪會在擊中敵人或打到射程後 留在原地之後再進行第二次的堆擊 而開通被動技動力破壞之後 讓敵人還會造成緩速效果 再來的幻木鳴這技能就非常犯規 劍揮出兩道巨大劍氣很少超大範圍 開通被動技舞搖眼時間在發動幻木鳴的時候 就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覺醒傑洛的兩個招式 不論是在PVP還是PVE都非常實用 另外剛剛大家有看到覺醒傑洛手上的那把夢魘了嗎? 它原本是出自於流星洛克人惡靈的武器 在X5的世界觀中因為深層紀錄擋出了混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系列作品的角色與Boss出現 或者是向許多玩家們留意到的 以武器的姿態從現在X5的世界中 大家會想要知道X5中哪些武器的設計來源嗎? 請留言給我們知道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